您看到了这是好小子林书豪呢 他回到台湾之后行程满岛 在下午跟晚间是各有一场见面会 他的中文变得更流利 因为记者会里面几乎都是用中文来对谈 他说最想要到夜市吃小吃 而晚间的见面会呢 事实上是在西门町封街举行 吸引了爆满的球迷 近距离看到偶像小粉丝好开心 林书豪的见面会 好小子当然少不了与粉丝互动 我很高兴能回台湾 每年台湾的媒体对我很好 然后台湾的球迷都很热情 所以我很高兴能回台湾 连续第三年回到台湾 每场见面会都与超流利的中文 和大家问好 笑容可举非常有亲切感 怎么学好中文的 那我的老师是你 你给那个microphone去 她是我的老师 所以可以 就那位女孩子是她的老师 所以她每天都找时间 跟我在网上教我中文 每天视讯学母语 自己还会做拼音笔记学发音 小超随身带是看得出来 果然是很有哈佛小子的本性 之前几次回台湾 没时间去夜市小吃 这次绝对不会放过 什么都可以 吃的都吃过了吗 是不是 大部分 像比如说臭豆腐啊 鸡屁股啊 我不吃臭豆腐 不吃臭豆腐 那你去夜市干嘛 有比较好吃 有没有吃过鸡屁股 呃 鸡屁股 没有吗 飞镖是气球现场体验夜市 抢过肝影 而球场上的林书豪 从尼克队创林来风转战火箭队 过去的专职空位 变成要学和哈登搭档 趁假期学跑位练三分 加紧脚步就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厉害 至于什么时候才要交女朋友 林书豪害羞不好意思回答 就怕坏了女粉丝们的好心情 注意新闻阿布斯台北综合报道